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想不到水晶相關的影片竟然是可以拍到第四集 今集跟以往有點不同 我們不是專注在迷信小故事 而是一個切切實實的購物店 一個水晶擺設入坑記 如果你有興趣想知道 我為什麼突然失心風在一個多兩個月之內 由零擺設變成整枱 應該有超過十件 那你就繼續看下去了 雖然今天我們不是集中說手寸 但是整件事都算是因他們而起的 所以跟大家介紹一下我的手寸家族 沒錯,我還是只有這個數量 由我覺得每次帶水晶都很混濕 這輩子都不敢再帶水晶 到現在慢慢有信心 都是因為這條金泰晶 讓大家看看他現在的近況 我覺得他還是保持著很漂亮 很金光閃閃 然後就是我手上這兩條的六幽靈 我叫他們做小小忙和好忙 都一樣拍過影片說過神奇小故事 所以我就不多分享了 大家可以看看他們現在的近況就是這樣 當時我擁有了這三吋之後 對於水晶都算是去到一個無辱無求的境界 不會特地去看 也不會被什麼吸引到的 直至到大家瘋狂DM我 有沒有興趣入超級七 然後有什麼功效 戴完之後很好 所有的東西以原目染之下 我其實沒有拍片說 但是密密入手了一條 大家可以對比我的六幽靈 就會知道這條超級七 究竟有多小顆 其實我跟他相處的時間不太久 大約兩個月左右 我也是喜歡他有些金色在中間 梅花間竹看起來像一個手飾鏈 比平常的水晶手串 為什麼我這麼大小沒有拍片分享他呢 就是因為戴完之後 其實我覺得沒有太大特別 沒有什麼神奇小故事想跟大家分享 純粹戴了之後又沒有差 然後他又有彩色多漂亮 可以襯衣服 我就繼續戴他了 說了這麼久 所以我終於可以慢慢進入主題了 為什麼會由手串變成小擺切 又為什麼只有四條手串 但是有十幾件小擺切 這麼多呢 都是關於手串的 因為一開始我都是用水晶店 他們給我的白晶碎 還有他們寄過來的盒子 用來收納和淨化水晶 漸漸就有兩個小問題 第一我就是覺得不美觀 第二我給一個盒大家看一下 這一盒就是用來收納 淨化第一條金泰晶的白晶碎 慢慢地我覺得他們開始暗沉 變黃 沒有那麼閃亮 沒有那麼白晶 我眼睛是覺得他們的淨化效果 可能有點跌 在我煩惱的時候 竟然我收到了人生第一個 一個非手串類的水晶擺切 大家不用問了 這個是非賣品 是不是超級閃亮亮 很漂亮 它的出現是很合時 而勝中下懷 令到我覺得人生已經很美滿了 誰知道在這個時候 我突然在Facebook看到一個 我追蹤了 我想有十年的人 他無緣無故開始說水晶 他不是說神奇功效 也不是說風水迷信 純粹是分享一下 水晶的小知識 他們的產地 如何分配真價 他們是好漂亮還是不漂亮 高而低而低看看 和如何去看它們的價值 我自己是一個很卑躯的人 那我就默默去關注她的LIFE 一開始我都沒有想買任何東西 我已經很安於現狀 但是直到有一次 她說了一樣東西 叫做海洋碧應 因為她開LIFE說 經常都是星期五、六的凌晨 夜睡點 然後晚上去聽腦波就特別弱 我就不小心不知為何覺得有一塊特別漂亮就買了 看上去不像水晶的 好像一個藝術品 然後它兩邊的圖案是不一樣的 其實我買的時候 以為它很大塊可以用來做杯墊 但來到這個尺寸想了很久 有什麼用呢 我後來發現 放這個小燈燭上去做燭台是很漂亮的 會不會大材少用了呢 不管了 總之我就是這樣用 然後同一天 其實這個Facebook Live 很多時候有些有掌問答環節 那天我答掌問題 它就送了一條櫻花馬路的三手寸 但其實做三手寸也太大了 整個長度是可以用來做頸圈 當然啦 我不會這樣外出 最後呢 我是用來放在床邊的 一來這些粉紅色的精 我就不夠膽帶 大家看我第一條水晶片就會明白 二來我上網看就說 櫻花馬路可以有了睡眠 那的確 你說迷信也好 我發現放在床邊那一天 是睡得好一點的 然後如果幾天沒有把它靜化 它是會變得灰灰暗暗的 那Anyway 這些迷信我們今天就撇開一遍 總之呢 第一次就是這兩樣東西 起家先的 之後呢 因為我一直都沒有再買東西 就經常聽一些直播 看它說的小知識 直到有一次呢 它就是在說一些紫禁 不知道怎樣分什麼 帝王子啊 什麼什麼紫 其實我現在都不是很記得的 當時都是聽一下而已 但是呢 我就看到它在賣一些深深型的紫禁 就是我手上這一顆 它不是天生就深型的 是切割出來的 但是真的超可愛的 而且價錢呢 是連一頓午餐都吃不到的 那一刻我就在想 平時的紫禁這麼貴 那些幾千元 難得有一顆是可以入門價 不如買回來看看 究竟是不是真的這麼漂亮 然後那天的Live 我的眼尾余光 不停收到一個紫禁座 是覺得好可愛啊 它在敷換我 上面是貼著No.5號 我就不停在Live看 我要看五號仔啊 我想看五號仔啊 最後呢 我就把這個五號仔 就帶回家了 就是我手上的這一顆了 大家看不看到它側面有一個邊呢 這樣圍著了 我覺得是超級漂亮 總之長話短說 我就看到紫禁是用來充電 並不是用來淨化 那天呢 我突然覺得自己很需要淨化的水晶 就買了這兩個了 這塊叫做方解石 我不知道它是屬於紅方解 粉紅方解 橙方解 總之呢 我很喜歡它們頂頂的尖端位 好像富士山一樣 有個白色端端 它的大小可以把剛才的櫻花馬路 塗塗塗放上去 都不會掉下來的 而另外這個粉紅白晶 我看它細細粒得來 剛剛好的形狀 可能可以放到我的小小忙上去 買完這一堆的時候 我是覺得夠了 我是時候收手了 我也是把它們放在窗台 然後應該發現這幾個星期日 我都很喜歡點著蠟燭 欣賞我自己買的水晶 自己的牌位 覺得它們很漂亮 但是竟然一天 我就覺得五號仔 因為它孤零零站在那裡 好像很寂寞 很想找個盤子給它 那我就聯絡店主 就來了一個私場 就不是Facebook Live 那麼簡單 在我挑選的時候 我就在這兩個中間 猶而不決 然後心裡竟然浮現了一句 為什麼不可以呢 為什麼會猶而不決呢 就是因為它們很不一樣 一個形狀 一個比較彈型 一個比較長型 然後旁邊 你會看到這個 是好像一個歐蟬按摩椅一樣 向上樣的 然後顏色 也是一個比較深紫色 一個是比較糖果圓糖系的紫色 唉 總之選不下手的底下 我就默默帶它們回家了 現在就一點都不寂寞 左右門神伴著五號仔 而且在紫禎座來說 我覺得我已經很滿足了 先聽著吧 但是短期內我應該不會再買了 這樣已經覺得很漂亮了 你們都知道我性格的 一買就不會只買少少兩個 那麼簡單 所以我就一大批賣了回來 那就是我手上這個金髮柱 大家看不看到裡面有很多很多的金髮絲 而且層次都很漂亮 所以它就吸引了我 然後就有兩顆紫禎波波 為什麼買兩顆呢 就是因為小時候我經常看到我婆婆 在手上玩這些豬 很有回憶 所以我就覺得 唉 不如買兩顆在這裡紀念一下這件事 還有大家看不看到裡面反光的位置呢 是有彩色的 然後到我手上這一塊 其實我自己也不太知道它是什麼 至於為什麼會買呢 就是那一刻覺得它好像進擊的巨人 那些肌肉紋 好像很有趣 那樣 就不知道 對 不要問我 還有就入手了一個魚眼石 一個大大粒的魚眼 我也是打算用來淨化水晶的 沒有了沒有了 就快完了 還有我手上這些 還有我胸口這一顆 那手上這個 其實我又是不知道它是什麼 那我就覺得它好像一個紙巾摺出來的玫瑰 那我表妹就說它好像我 早上身鼻水放在床頭那堆紙巾 那Anyway 我比較近鏡 大家看到它像什麼就像什麼 究竟是紙巾還是玫瑰呢 還有我手上這兩顆 被花紋吸引著叫做潛絲馬佬 為什麼我會入手它呢 其實就是有個小故事的 因為我媽媽經常都說 半夜有人在她身邊說話 有人摸起來 她就說自從我買了上次那一段 五號仔那一段的水晶之後 這件事就消失了 那我見她那麼擔心 我就買了這個聲稱用來辟邪 就讓她放在房間那裡 還有我頸上這個 我是帶給大家看 但是呢 其實我是買給我媽媽的 這個是一個櫻花馬佬的平安購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用 我聽到平安購就覺得是平安 我媽媽經常星六日去行山 你知道現在行山都多意外 所以我就想買給她 用來一個小心意 還有轉達我對她的一個關心 我覺得櫻花馬佬漂亮的地方 她是除了像水晶之外 有一點像肉的感覺 大家有所不知 我媽媽是超級少女心的人 所以就算櫻花馬佬有綠色也好 我肯定她喜歡粉紅色多些 她看到之後深花路況 然後很珍惜 然後說她行山一定會帶 我聽到也覺得很開心 那總之呢 以上就是我這一陣子 突然間失心風入坑的一些水晶小擺設 那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上一段收貨的時候 我沒有那麼震撼的 但是這次因為可能量有點大 所以我難掩到自己的興奮心情 就立即你見到我都是閘了一條邊 就開幾拍了 新鮮滾熱的 那接下來我應該都差不多收手了 但是其實呢 都還有一點點是未到的 有沒有發現呢 我不是說很不喜歡一些東西 孤單的 那呢 這個小禎柱呢 它是自己一輪的嘛 所以我就買多了三輪的紫禎柱 所以就陪陪它啦 如果大家想看就留意我IG 我將來收到貨的時候 因為我都保留了貨在她那裡 要好像買600元才包容的 所以呢 大家知道究竟幾便 三輪的柱都是不過600元 又知道為什麼 我會無緣無故買了這麼多 對啦 今天所說的 不要問我什麼風水啊 什麼震 我是覺得自己擺得漂亮 自己上心悅目去做的 其實呢 買完這些水晶之後 是沒有一些 譬如說招財啊 那些什麼好運的感覺的 但是呢 有一個小小的改變 我不知為什麼呢 我覺得這些水晶是神聖不可侵犯 你們都知道我是一個很亂的人 房間是粒粒亂 但是自從買了這些水晶之後呢 我是為了他們要整齊房間 令到整件事 我覺得是有一個進步在這裡 不是一些什麼功效 反而是我覺得自己的生活上 有一點點的改變 是挺開心的 所以呢 今天真的沒有太多的迷信小故事 我都希望有的 我都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分享 我發了回答給大家看 買了這麼多的紫禎 但是呢 純粹是一個很開心的購物店 如果大家都想交流一下這些水晶 或者想跟我說一下這些小知識 歡迎留言告訴我 我也知道很多朋友 在這條片裡很想知道 Facebook Live和Facebook Page 我也會放回Info Box Anyway 希望大家都看得開心 看到我買這麼多東西的時候 大家應該都非常愉快 看到我不斷打鍊自己 每一刻說夠都不斷買下去 那... 希望不要再有瑕疵 先不要這麼快 我都沒有這麼多位 我還在收拾架子 如何放這些水晶 現在還在放在窗台 但是我又覺得窗台 是否經常生著太陽不好呢 我就有這個迷思 大家都可以解答一下我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這條片 希望不要那麼長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下載了一條芯片 星期六更到三點 星期日更到十二點 大家都快點入坑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等我拋一下書包 其實這個的紙禎是今天最貴的 它上面有一個叫財眼 就是這顆靈靈射射自己圈出來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像地中海多些 不過既然是財眼 如果它真的招到財 也不錯 像一隻招財貓一樣